行人振尽烧石 变心魔王 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 无事中阴谋 阴受无阴 色寿想行识 每一种里面有十种火 五十种 你看看色 这是外面有形的境界 也就是外界的诱惑 其他四十种是你内心的烦恼 一诱惑你就上当了 证件烧石 你就变成魔了 你原来是佛 什么是证件 每个宗派不一样 每个法门不一样 过有过的证件 尽宗法门的证件 就是一句弥陀 正知证件 阿弥陀佛忘掉了 明文立扬起来了 就完了 你就堕入魔界去了 你要知道 你走的西方极乐世界 这条路 你走到岔路上去了 如果不赶快回头 你肯定迷失方向 那真是万劫不复 一万劫你能不能找得回来 有问题 不见得能找回来 所以过去 人心善良 社会风俗成厚 修道很容易 外面诱惑 没有像现在 现在的诱惑力量 比过去增长 一百倍不止 太可怕了 修佛 老同修 修过论言 修过大天经的 知道 可是 能不能 对付这些境界 很难讲啊 修修行 躲在魔境界里 的人太多太多了 他在那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要谨提 这是讲境界限界 佛境界限界 不做圣心 名善境界 若做圣洁 即受群邪 这是举这个例子 讲什么呢 烧食震惊 你就坐落了 那么这一种境界 在现前社会 很多 见到的 未想 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 祝佛 插图了 真有人见到 不假的 甚至于几个人 同时见到的 还有现在的社会 中国外国都一样 附体的 很多 幻觉里面 产生的现象 也很多 这个里面 有很多 佛境界 真的是假的 你要看了之后 不动心 就是真的 你要看到的时候 动心 你认为是真的了 错了 你要晓得 一切境界限前 你如如不动 你是真的 境界限前 你信心动摇了 你期望想了 你错了 你就上当了 那个境界是魔境界 所以境界是魔是佛 不在外面 取决你内心 你内心还是界定会做主 外面境界都是佛境界 魔境界也是佛境界 你如果起心动念 或者生欢喜心 或者生厌倦的心 全错了 你心动了 或者你起了 贪嗔痴痴慢 这就错了 不能被外头境界所动 人家说 你是什么佛在来的 你就真以为是 完了 你已经躲到墨镜去了 谢谢大家